第二百五十七集,过了一会儿,水开了,魏红英也醒了过来,他揉了揉眼睛看了看蓝院长又看了看魏无羡,我刚刚有点头晕,真是不好意思,蓝院长,难得我一到苏州来就遇见你们,能不能顺便交易交查到啊? 可以,蓝忘机温声地说,低头泡茶,双眼的余光悄悄观察着魏红英,魏无羡也跟着说,小魏,你学柴艺还真是找对人了,蓝站可是行家,这还用你说,魏先生,今天来苏州碰巧遇见你们俩真是难得,我是来看我的偶像演唱会的,没想到这次苏州之行这么有收获,既能去看演唱会,也遇见了你们, 真是太高兴了,那是,小魏,你看你年轻就是好,随时就能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,追偶像就追到苏州来,你看我们蓝站,人老了,都没有偶像,你们年轻着呢,还是很多人的偶像,说这样的话,望线两人眼神交流了一下,确认魏红英果然已经不一样了,当下的魏红英,只是一个S大学的学生而已, 他们只是单纯的师生关系,那一点引起困扰的记忆已被抹掉,两人心里都轻轻松了一口气,一顿茶下来,魏红英再也没有提到,他和魏红英长得像的事,更没有刨根问底,要魏红英讲书为何逃跑的故事,好像也忘记了他和魏红英长的一模一样这件事,哪怕两个人,这会儿就坐在一起, 三个人终于高高兴兴喝完了茶离开易月轩,魏红英把魏红英送到他店下的酒店,就告别回家,望着魏红英走进酒店的背影,蓝忘记滴滴叹了一声,幸好,是啊,多亏了秋爽法师,要不这件事不知道如何了结,魏红英打转方向盘,两人回蓝家别墅, 玉佩的事定了下来,去法国的日期也定了下来,魏红英每天都高高兴兴地等着回法国当舅舅,已经有些时间没回去了,自从成为了苏州人,法国就变成了异象,然而,再怎么说那里也是他长大的地方,那里有他的家,有他住过的房间,有他玩耍过的伙伴,有他走过的小路,有他爬过的树,有他咬过的狗尾巴草,这一个周末, 魏无线依然睡了个懒觉,猛龙之中,他觉得他的脑海里,总回旋着一段旋律,那段旋律非常的优美,悠扬,舒缓,而带点淡淡的哀愁,魏无线稳住了心神,用心去记住那一段旋律,潜意识里他告诉自己,这曲子一定要记下来,不然,一醒来就会忘记了,蓝忘记已一大早吃完了饭,在书房看书写字,看日进武魏无线, 还迟迟不起来,忍不住回卧室去看他,只见魏无线正咬着背脚,皱着眉缩成一团躺在床上,不会是在做什么噩梦吧,蓝忘记轻轻拍了拍一下,魏无线的肩膀,魏英,醒醒,魏无线一个翻身转到另一边去,蓝忘记想想算了,想睡就睡吧,蓝忘记转身正想去厨房准备做午饭, 就听见魏无线轻轻哼了一声,蓝湛,嗯,我在,蓝湛,先别动,我再记一段曲子,魏无线抓住了蓝忘记的一只手,握住不让他走,自己却闭着眼不起来,蓝忘记在床边坐了下来,看着魏无线那张精致的脸舍不得移开, 好一会儿,魏无线终于睁开了双眼,对蓝忘记说,蓝湛,我记下了一首曲子,帮我把陈晴拿过来,我试吹一下,好,蓝忘记去书房把陈晴拿了过来,魏无线就慢慢坐了起来,结果陈晴坐在床上吹起了笛子,当曲子响起的时候,蓝忘记的心就随着月声进入了一个异景当中,那是一只多美的曲子啊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愫, 生成了这样的一串音符,有回忆,有思念,有痛苦,有忧伤,有隐藏着的爱恋,蓝忘记站了起来,回到书房拿了纸笔过来,示意魏无线继续,然后迅速地记录下他刚刚吹奏的曲子,两个人都被这只神来的曲子迷醉,魏无线反复地吹奏,蓝忘记凝神记录修改,直至最后,魏无线终于停了下来,他放下了笛子 就对蓝忘记说,蓝战,我要喝水,好,蓝忘记去倒了杯水过来,跟魏无线说,曲子记下来了,再斟酌修改一下,就成了,蓝战,这旋律好美啊,心都醉了,但不知是什么曲子,奇怪,刚刚那旋律就一直在脑子里回旋,是你的灵性所在,我会把它充实成一只完整的曲子, 还是你了不起,专业就是专业,一听就能记下来,就能编成一只完整的曲子,这曲子扣人心弦,感人至深,会成为经典,没想到我一大早创作了一首曲子,太了不起了,对,做曲魏无线,做曲魏无线,是,起床吧,好嘞,魏无线跳下了床,洗漱去了, 对于做曲魏无线这个称谓,魏无线是特别的新鲜,兴奋,对于今天得到的新头衔,魏无线特别的满意,以前他只会吹笛子,做曲可是技术活,没经过专业训练是干不来的,没想到今天他就成了做曲了,没办法的是,那是神来之笔,一下子就让他迈上了新台阶,今天是周末,蓝旺鸡准备了丰盛午餐,两人涮活, 火锅,鸳鸯锅,看着一红一白的两种颜色,魏无线经不住只感叹,蓝湛,这鸳鸯锅好像是专门为你我发明的,我吃辣你吃蛋,口味不同又和谐相处,绝了,对,和,而不同。